半个台湾泡水!神隐12小时!应赖做办公室看灾! 中南部23日白天且连续降下大豪雨,导致多处淹水,蔡英文总统。 左荧幕中,24日中午,透过视讯与嘉义县长张花冠,右荧幕,连线,了解嘉义县灾情与处置。 豪雨重创中南部,台南市遭击治水失败。行政院长赖清德24日下午。 在政院普渡时罕见动怒回应,这种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的雨势。 下在台湾哪个城市不会淹水?张李国社。 半个台湾泡水12小时后,府院高层总算露面。 蔡英文总统昨上午在府内状况是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与县市视讯会议。 。 行政院长赖清德昨上午则找来经济部及水利数了解情况,并称。 。 台湾有强认抗灾能力。 但下午正院普渡时,针对外界批评台南治水。 。 赖魁竟动怒说,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雨势,下在台湾哪个城市不淹水。 。 。 尽管强降雨难防,但不少民众对中央防灾慢半拍,却有不少怨言。 。 视讯会灾情。 全程60分钟。 不少南部民众在历经两日惊魂后,对英赖还不现身灾害现场感到极度失望。 。 住台南的吴小姐说,以前张善政当院长时,都是第一时间下南部堪灾。 。 怎么民进党就是不如人? 住家议事的陈姓住户说。 。 虽然多数民众知道强降雨难防范,防水工程也有一定限度。 但重要的是中央应第一时间下来关怀,不是躲在办公室堪灾。 。 。 总统副发言人林赫明表示,蔡总统视讯会议后,还与高雄代市长许立明。 。 台南副市长吴宗荣,嘉义县长张花冠等地方首长视讯连线。 。 。 总统请各县市政府若有任何房,就在物资或人力需求随时提出。 中央会全力协助,视讯会议11时39分开始,全程60分钟。 。 。 赖魁昨上午则听取经济部及水利数报告,他说。 。 这次强降雨相对7月日本关系大雨,有过之无不及,显示台湾强韧抗灾能力。 。 。 但在旧灾黄金时间强调台湾强韧抗灾能力,又被网友骂翻。 。 昨晚他在脸书解释,任性是对国土治理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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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国家面对天然灾害袭击时,减缓伤害,驼使鹰鹰,迅速复原的能力。 。 看谁会治水。 让他当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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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台南经验遭击失败,赖罕见动怒说,治水有没成效,包括台南。 云林、嘉义、高雄,去问当地民众最清楚,像这么大雨是。 。 。 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下在台湾哪个城市不淹水。 看哪个批评的人可讲出来。 。 让他当上帝,选择这些雨量下在哪个地方,他有把握不会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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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水很辛苦,不要否定所有人的辛劳,特别是淹水时没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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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没必要的批评,是不应该的 他提到 25日起排定到灾情较严重现实,了解遭遇的困难,也希望为下一步水利设施做规划 中南部23日白天且连续降下大豪雨,导致多处淹水 蔡英文总统,左营幕中,24日中午 透过视讯与嘉义县长张花冠,右营幕,连线,了解嘉义县灾情与处置 豪雨重创中南部,台南市遭击治水失败,行政院长赖清德24日下午 在政院普渡时罕见动怒回应,这种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的雨势 下载台湾哪个城市不会淹水? 张礼国社 半个台湾泡水12小时后,府院高层总算露面 蔡英文总统,左营幕在府内状况是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与县市视讯会议 行政院长赖清德昨上午则找来经济部及水利署了解情况,并称 台湾有强认抗灾能力 但下午政院普渡时,针对外界批评台南治水 赖魁竟动怒说,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雨势 下载台湾哪个城市不淹水 尽管强降雨难防,但不少民众对中央防灾慢半拍,却有不少怨言 视讯会灾情,全程60分钟 不少南部民众在历经两日惊魂后,对应赖癌苦现身灾害现场感到极度失望 主台南的吴小姐说,以前张善政当院长时,都是第一时间下南部看灾 怎么民进党就是不如人,住家议事的陈姓住户说 虽然多数民众知道强降雨难防范,防水工程也有一定限度 但重要的是中央应第一时间下来关怀,不是躲在办公室看灾 总统副发言人林鹤明表示,蔡总统视讯会议后,还与高雄代市长许立明 台南副市长吴宗荣,嘉义县长张花冠等地方首长视讯连线 总统视讯会议后,请各县市政府若有任何房,就在物资或人力需求随时提出 中央会全力协助,视讯会议11时39分开始,全程60分钟 赖魁奎昨上午则听取经济部及水利数报告,他说 这次强降雨相对7月日本关系大雨,有过之无不及,显示台湾强韧抗灾能力 但在旧灾黄金时间强调台湾强韧抗灾能力,又被网友骂翻 昨晚他在脸书解释,任性是对国土治理重要概念 就是国家面对天然灾害袭击时,减缓伤害,拖势阴影,迅速复原的能力 看谁会治水,让他当上帝 面对台南经验遭击失败,赖罕见动怒说,治水有没成效,包括台南 云林,嘉义,高雄,去问当地民众最清楚,像这么大雨是 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下在台湾哪个城市不淹水,看哪个批评的人可讲出来 让他当上帝,选择这些雨量下在哪个地方,他有把握不会淹水 赖奎说,治水很辛苦,不要否定所有人的辛劳,特别是淹水时没同理心 做一些没必要的批评,是不应该的 他提到 25日起排定到灾情较严重现实,了解遭遇的困难,也希望为下一步水利设施做规划 中南部23日白天起连续降下大豪雨,导致多处淹水 蔡英文总统,左营木中,24日中午 透过视讯与嘉义县长张花冠,右营木,连线,了解嘉义县灾情与处置 豪雨重创中南部,台南市遭击治水失败 行政院长赖清德,24日下午 在政院普渡时罕见动怒回应,这种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的雨势 下在台湾哪个城市不会淹水?张李国社 半个台湾泡水12小时后,府院高层总算露面 蔡英文总统,左营木在府内状况是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与县市视讯会议 行政院长赖清德昨上午则找来经济部及水利署了解情况,并称 台湾有强韧抗灾能力,但下午政院普渡时,针对外界批评台南治水 赖魁奎竟动怒说,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雨势,下在台湾哪个城市不淹水 尽管强降雨难防,但不少民众对中央防灾慢半拍,却有不少怨言 视讯会灾情,全程60分钟 不少南部民众在历经两日惊魂后,对英赖还不现身灾害现场感到极度失望 驻台南的吴小姐说,以前张善政当院长时,都是第一时间下南部堪灾 怎么民进党就是不如人?驻家议事的陈姓住户说 虽然多数民众知道强降雨难防范,防水工程也有一定限度 但重要的是中央应第一时间下来关怀,不是躲在办公室看灾 总统副发言人林鹤明表示,蔡总统视讯会议后,还与高雄代市长许立明 台南副市长吴松荣,嘉义县长张花冠等地方首长视讯连线 总统请各县市政府若有任何房,就在物资或人力需求随时提出 中央会全力协助,视讯会议11时39分开始,全程60分钟 赖奎昨上午则听取经济补给水利数报告,他说 这次强降雨相对7月日本关系大雨,有过之无不及,显示台湾强韧抗灾能力 但在救灾黄金时间强调台湾强韧抗灾能力,又被网友骂翻 昨晚他在脸书解释,任性是对国土治理重要概念 就是国家面对天然灾害袭击时,减缓伤害,拖势鹰鹰,迅速复原的能力 看谁会治水,让他当上帝 面对台南经验遭击失败,赖罕见动怒说,治水有没成效,包括台南 云林,嘉义,高雄,去问当地民众最清楚,像这么大雨是 24小时雨量超过600毫米,下在台湾哪个城市不淹水,看哪个批评的人可讲出来 让他当上帝,选择这些雨量下在哪个地方,他有把握不会淹水 赖奎说,治水很辛苦,不要否定所有人的辛劳,特别是淹水时没同理心 做一些没必要的批评,是不应该的 他提到 25日起排定到灾情较严重现实,了解遭遇的困难,也希望为下一步水利设施做规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